这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但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大量显为人知的可靠史料。 这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对中国经济改革做了深刻的经济分析。 这不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却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论述。 这不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人们却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二十年的社会变迁。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读起来那么轻松愉快。 作者用生动文笔表述了深邃的学术见解。 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时。 第二章,十月六日的风雷。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仅限于经济领域,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 没有政治改革为先导,经济改革是无法进行的。 有一个古老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如果先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基础没有动,则政治改革不知从何处下手。 如果先搞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在政治方面创造条件,则经济体制改革又无法进行。 1992年7月6日,我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革野有鸡和蛋》的哲理的文章。 我是这样写的。 根据进化论的原理,家鸡是由野鸡进化而来的,野鸡又是由更低级的种类进化而来。 沿着这个进化链向远古追溯,它的原祖可能既不是鸡也不是蛋,而是更低级的动物和它的胚胎。 如果说先有鸡,这个蛋也不是今天家鸡的蛋。如果说先有鸡,这个鸡也不是今天的鸡。 先有政治改革,还是先有经济改革? 我国的实践是先有初步的政治改革,然后进行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之后,又推动政治改革。 每一次政治改革行动,都不能建成新的政治体制,每一次经济改革行动,也不能建成新的经济体制。 二者轮番推进,逐步演化,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就会应运而生。 我这里把政治体制改革说得过于乐观,事实上在初步的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创造了一定条件以后, 政治体制改革就很难再向前推进了。 第一节,毛泽东病床前的政治斗争 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一幕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政治活距。 毛泽东逝世之前,在他的周围就有几股不同的政治势力进行明争暗斗。 1971年913事件之后,林彪的势力遭到了彻底清洗。 剩下来的两股政治势力,一是以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毛泽东的亲自提拔的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和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四人为首的左派。 与他们相对立的,是以李先念为代表的主管经济工作的务实派 和以叶建英为代表的军界的元老派。 务实派和元老派都拥护周恩来。 在林彪垮台之后,周恩来实际上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毛泽东不得不依靠他处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周恩来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一些跟着潮流的话, 但是他和江青等人还是格格不入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四年,他实际上是务实派和元老派的代表。 这两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是, 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还是搞经济建设,即四个现代化建设? 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尽快把文化大革命转向经济建设?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显然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并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然,毛泽东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底到底在哪里。 不过由于林彪事件对他精神上的沉重打击, 他的思想天平一度向务实派这一边倾斜, 比如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重新启用邓小平等。 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一波继承者自居, 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 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积极支持者。 他们掌握着舆论宣传工具,在政治上处于优势, 而另一派则对文化大革命持反对的态度。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 他们不敢公开发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在毛泽东失事前后,在政治上, 他们还不占主导地位, 但是在国家的经济部门和军队中, 他们有强大的支持者。 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真算得上是一个特殊人物。 说他特殊,是因为像他这样身居高位又三起三落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邓小平第一次起落, 是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 被左倾领导人打成了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他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 给予党内最后的严重警告处分。 和他一己挨整的还有毛泽谭、谢维俊和古柏。 左倾领导人当众搅了他们的枪, 责令他们到基层去改造, 进一步声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 开展一场批判邓、毛、谢、谷的斗争。 在邓小平遭受打击时, 他的妻子阿金离开了他, 他遭受政治和生活上的双重不幸。 当时邓小平挨整还有一个背景, 在1930年到1934年期间, 蒋介石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 在红军如何同处于优势的敌人作战问题上, 领导人中间一直存在分歧, 毛泽东主张开展激动灵活的游击战术, 但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占了统治地位, 毛泽东的主张不仅没有被采纳, 反而被免除了他在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邓、毛、谢谷和毛泽东持同样的主张。 在文化大革命前, 邓小平身居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高位, 在文化大革命中, 他被打成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同刘少奇一起, 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1967年6月20日到7月5日, 邓小平写了长达三万言的《我的字述》, 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心机。 可能是他这篇《我的字述》打动了毛泽东, 也可能是毛泽东念及30年前他们同受左派打击的历史。 毛泽东对邓小平手下留情, 使邓小平没有遭受刘少奇那样的命运。 1969年10月29日, 一架专机押送他到江西去劳动改造, 具体地方是距南昌不远的新建县, 这里原来是一所步兵学校。 邓小平、朵琳和他的继母住在步校的将军楼里, 每天到附近的一个小拖拉机修备厂, 去参加半天的劳动。 在这里, 他们一住就是三年零四个月。 1971年11月5日, 邓小平和朵琳夫妇被通知去工厂参加一个会议, 他们回来后十分兴奋。 朵琳把女儿拉到了厨房, 悄悄地在女儿的手心上写了四个字, 林彪死了。 原来他们听了913事件的传达, 这天晚上, 邓小平全家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 一直玩到了深夜。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政治将要出现转机, 他立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 在信中, 他谈了自己对林彪的看法, 并且表示了重新工作的愿望。 1972年8月3日, 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 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邓小平的这封信是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交的。 在信中, 他谈到, 他第四次同拖拉机修备厂的全体职工一起听了林彪罪行的文件, 再一次谈谈他对林彪等人的看法, 重复了1971年11月那封信中请求工作的内容。 8月14日,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做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 但是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第一,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 即邓毛谢谷四个罪人之一, 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整他的材料, 建两条路线, 六大以来的书。 出面整他的人是张文天。 第二, 他没有历史问题, 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第三, 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 有战功。 除此以外, 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的, 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 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 多次了, 现在再讲一遍。 毛泽东, 72年8月14日。 30年代的一场斗争, 把邓小平和毛泽东画到一条战线上去了, 毛泽东记住了, 而且记了40年。 这一记忆在邓小平第二次起落中起了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内, 由于多次路线斗争, 在用人方面很注意划线, 毛泽东也是如此。 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将会大大加强周恩来同左派斗争的力量。 周得到毛泽东的批示以后, 立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 宣布邓小平继日解除劳动, 恢复党组织生活, 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活动。 1973年2月20日, 邓小平一家祖孙四代一起乘火车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14日下发到了基层。 当时我在天津听传达的时候, 大家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有改弦翼章的趋势,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十分欣喜。 显然邓小平的付出是周恩来的一个胜利, 而左派们是不会甘心的, 总想寻机阻挠。 1974年3月下旬,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的问题, 江青反对邓小平去。 会后周恩来致江青的意见于不顾, 在外交部关于邓小平作为代表团团, 帅团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上批示, 同意这一方案。 江青越后大发雷霆, 要外交部撤回这个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内尔, 会见后,周就邓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仪式向毛主席汇报。 毛泽东表示, 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也是他的意见。 周恩来立刻将毛的意见转告政治局其他人。 次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问题。 江青仍不同意。 周恩来请人将会议的情况转告毛泽东。 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 你不要反对为好, 小心谨慎, 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4月6日, 邓小平赴联大, 周恩来到机场送行。 4月19日, 邓小平归来, 周恩来又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1973年6月, 邓小平协助患病的周恩来, 负责中央日常事务。 1972年5月18日, 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 1974年6月1日开始住院, 继续在医院里处理过失。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 12月12日, 在毛泽东主持的一个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 担任参谋长。 他对大家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 他呢, 有些人怕他, 但他呢, 办事比较果断, 他一生大概三期开, 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 政治局请回来了, 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 你呢, 人家有些怕你, 我送你两句话, 柔中有钢, 免里藏针, 外面和气一点, 内部是钢铁公司, 过去的缺点改一改吧。 1973年12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 邓小平一恢复工作, 就站在周恩来一边, 从此左派和务实派的斗争日益激烈。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 是毛泽东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发动的, 因为文化大革命遇到了重重阻力。 1972年的二月逆流, 就是这种阻力的一次集中表现。 所谓二月逆流, 就是陈毅, 李先念, 谭振林, 叶剑英等元老们, 在怀仁堂对文化大革命发了一些牢骚, 这种阻力来自一些重新工作的老干部。 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 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选派打倒了。 林彪事件以后, 周恩来尽可能地让他们全部官复原职, 其中大部分站在了务实派和元老派的一边。 批林批孔的矛头是指向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的。 左派利用批林批孔的武器同务实派进行斗争, 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周恩来。 林彪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变成了要置毛泽东于死地。 这件事对毛泽东的教训太深刻了, 所以林彪事件以后, 毛泽东一方面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另一方面也比较倾向于过去受林彪排挤的务实派。 1974年10月4日, 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张玉凤 用电话向王洪门传达, 毛主席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那时周恩来身患癌症已经两年多了, 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人选做的安排。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七年, 毛泽东希望国家尽快地走上正轨, 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 又成了双方斗争的焦点。 左派想阻止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7日晚上在政治局会议上, 江青提出了封庆伦问题。 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封庆伦首航欧洲, 启航以后有些人要批判造船和买船问题上的重洋媒外, 卖国主义封庆伦的政委李国堂不仅不批判, 反而说了一些对左派不满的话, 例如议论了样板戏, 结果被定为了反动的政治事件。 江青利用封庆伦事件来整周恩来, 当时国务院为了尽快地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 在国内造船公约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的情况下, 要从国外买进一些船只。 左派认为这就是重洋媒外。 在政治局会议上, 江青要邓小平表态, 邓小平毫不退让, 双方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执, 邓小平拂袖而去。 姚文元10月18日在日记中写道, 斗争形势突然变化了, 邓小平同志在昨天的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 已经有如山会议的气息, 形势如何发展, 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邓小平走了以后, 张春桥说, 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四个人认为, 在人事安排上必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他们估计在批林批孔这个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形势下, 毛泽东会支持他们, 于是他们兵分两路, 立即行动。 一路是让王洪文第二天一早飞往长沙, 面见那里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7月18日下午2点接见了王洪文, 在场的张玉凤于1980年11月在审判四人帮的证词中写道,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身体的情况, 然后便说, 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我这次来, 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的其他统治, 是我们四个人, 春桥、江青、 文元和我开了一夜的会, 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 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 在政治局会议上, 为了这件事, 江青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 吵得很厉害, 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复了一遍。 王佑说, 看来邓还是搞过去的造船不如买船, 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 还猜测说, 邓有那样大的情绪, 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仪式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 总理现在虽然有病, 住在医院, 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 几乎每天都有人去, 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 建英、先念等同志。 并说, 他们这些人这时来往的这样贫。 王洪文还在毛主席面前, 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 王洪文说, 今天还要赶回北京, 他们几个人还在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主席说, 那好, 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建英谈, 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你要注意他。 另外的一些资料则说,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汇报没有表态。 与此同时, 江青约请王海荣、 唐文生二人, 希望通过他们的渠道, 向毛泽东反映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晚年时, 只有毛远新和王、 唐几个人才能接近他。 10月18日晚, 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三个人, 一起向王、唐介绍了情况, 谈了他们的看法。 但是第二天, 王、唐二人就到医院, 向周恩来汇报了江青等人, 向他们谈话的情况。 周恩来说, 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 我所了解的情况, 并不像江青说的那样, 是他们四个事先计划好, 要整小平同志。 他们已经多次搞过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忍了很久。 10月20日, 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 王海荣、唐文生在场。 事后, 王、唐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发生的情况。 毛泽东说, 风静伦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 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 但是江青还这么闹。 毛主席还对王、唐二人说, 因为总理还是总理,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 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 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任总参谋长, 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1月12日, 邓小平飞到长沙, 毛泽东接见了他, 并且表示了对他的支持。 邓小平又就自己的工作问题对毛泽东说,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问题, 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 但是看起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主席说, 没办法,只好担起来咯。 12月23日, 已经动过多次手术的周恩来, 和王洪文各称一架专机到了长沙, 就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 在毛泽东面前最后敲定, 毛、周、王是当时党中央的第一、二、三把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在毛之下,周和王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 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四次谈话, 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 不要搞四人帮, 团结起来, 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说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 但是不要搞宗派, 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毛泽东还指出江青有野心, 又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 他在批刘批林的问题上是对的, 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 毛说邓小平人才难得, 政治思想强, 说张春桥有才干。 当确定副总理名单时, 周恩来念到, 邓、张、李, 即邓小平、 张春桥、李先念。 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 说了一个陈字, 即陈希莲。 1975年1月13日至15日, 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 周恩来报病做了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中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 这和当时的阶级斗争维刚的主旋律不太协调。 新一届的国务院名单是, 总理周恩来, 副总理的名单排名是, 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 陈希莲、纪登奎、 华国锋、陈永贵、 吴贵贤、王震、 于秋里、古牧、孙健。 在国务院的13个人当中, 除了来自工农的陈永贵、 吴贵贤、孙健以外, 其余十个人中, 务实派占了绝对优势, 坚定的左派只有张春桥一个人。 左派虽然在宣传舆论上占优势, 但在组织上已经失败。 这时的邓小平身兼多项要职, 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实际上是带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他及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当然,在组织上, 他还是受到制约的, 除了毛周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以外, 在党内, 王洪文的地位在他之上, 在政府里, 张春桥紧在他之下, 在军队里, 张春桥是政治部主任, 此外, 江青还是他的一个有力的对手。 但是在上述这些机构里, 他的支持者更多, 邓小平可以放手大干了。 1975年, 邓小平出世锋芒受挫。 邓小平大权在握, 他决心大干一番, 在当时情况下, 最需要他干的事, 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偏差, 而他真要这么做, 势必要和左派发生更激烈的冲突,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理论, 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 他在政治上, 也必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邓小平打出了全面整顿的旗帜, 所谓全面整顿, 就是要整顿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 把经济搞上去, 要搞好经济, 就要有安定团结的环境, 要有安定团结的环境, 首先就要反对派性, 所谓的派性, 就是为了自己政治派别的利益, 而挑起政治争斗。 当时各级政权, 都是由各派的群众组织, 联合起来的革命委员会, 这些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 经常为自己这一派的利益, 进行明争暗斗。 1972年以后, 由于老干部绝大多数已经官复原职, 在运动初期, 毛泽东发动起来的造反派, 已经失去了运动初期的权力, 他们是不甘心的, 总想挑起政治争斗。 而革命委员会内的权力斗争, 又和外面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 从安定团结的要求来看, 他们是不安定的因素。 所以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铁锤, 首先就敲在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身上。 整顿是从铁路开始的。 3月5日, 邓小平主持制定了 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继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 他的得力助手, 当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率领工作组, 先后去了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 召开了几千人、几万人、十万人的大会。 根据9号文件精神, 发动群众批判派姓, 对派姓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厉的批判, 限期改正, 到期不改, 调职, 撤职调离, 对社会上煽动派姓的极端分子逮捕法办, 经过一两个月的整顿, 铁路运输秩序明显好转。 当时毛泽东的话是全国必须执行的最高指示, 而这些指示多数是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为了使整顿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致起来, 邓小平把当时毛发表的内容不同的三项指示捆绑在一起, 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 他认为毛主席的指示不能分割, 必须综合起来理解。 不可分割是邓小平为了回避毛泽东某些具体指示的一种手法, 在以后同凡事派的斗争中, 他又一次运用了这个手法。 5月29日, 邓小平在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说, 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 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要返修防修, 再一条就是关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 还有一条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纲, 这三条重要指示是相互联系的, 不能分割的, 一条都不能忘记。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就是指当时公布的几条最新最高指示, 总而言之,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 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 按劳分配, 货币交换,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什么差别, 所不同的只是所有制变更了。 列宁为什么要说, 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 要告诉春桥文员, 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 印大字本送给我, 大家先读, 然后写文章, 要春桥写这类文章,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就会变修正主义, 要是全国都知道。 毛泽东的这些最高指示, 和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致的, 在当时也是党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把经济工作和他相提并论, 实际上是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 邓小平表示发表过多次这类讲话, 为了宣传邓小平的这个思想, 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邓立群的主持下, 起草了一篇著名的文章,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在工业方面, 邓小平还主持制定了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 即工业20条,提出整顿企业管理,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等一系列措施。 在教育局, 教育部长周荣新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 也开展了整顿。 在整顿中, 邓小平对全面否定17年1949-1966的教育, 全面否定知识分子队伍的看法, 提出了疑问。 在科技界, 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胡耀邦的主持下, 大力开展了恢复科研秩序的整顿工作, 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也提出了和文化大革命主流思想不同的看法。 就在邓小平大搞整顿的同时, 张春桥、姚文元奉毛泽东执命, 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共33条语录的小册子, 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以后, 由毛泽东批发全党全民学习。 张春桥又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 这篇文章也是经过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批准发表的。 这本小册子和这篇文章, 把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到了空前的高度, 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 强调搞建设时不能忘记返修防修, 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等。 这样在邓小平大搞整顿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偏差的时候, 同时在全国掀起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学习运动,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两出对台戏。 在这两场对台戏中, 邓小平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1975年, 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几经波折, 这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系, 他在两种力量之间搞平衡, 一会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来防止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一会儿又用党的纪律来约束江青等人, 防止他们过于激进。 在学习理论的运动中, 江青等人提出了, 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在宣传上造成了一定的声势。 为了取得毛泽东的认可, 姚文元让新华社向中央写了 《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 报告中说, 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 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 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4月21日,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做了批示, 说提法司应提反对修正主义, 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各地情况不同, 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 不论何者都应该教育, 应该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 有些人自以为懂了, 其实不大懂, 自以为是, 动不动就训人, 这正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很清楚这段话是批评江青等人的。 5月3日, 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 再一次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 搞宗派活动。 不要搞四人帮, 你们不要搞了, 为什么这样搞啊? 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 搞少数人不好, 历来不好。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批评, 邓小平连续两次举行政治局会议, 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 叶剑英、 李先念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质问。 江青则说, 邓小平等人对他们搞突然袭击, 搞围攻。 最后, 王洪门和江青还是不得不做了检讨, 但他们并不认输, 等待机会对务实派进行反击。 当然, 反攻的时候还要借助钟馗指毛泽东。 从1995年9月底到10月初, 毛泽东的侄子, 也就是他的联络员毛远欣, 向毛泽东做了几次汇报, 主要内容是指, 当时有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 毛远欣说,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 我感到一个问题, 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 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 即生产上去了。 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欣的看法,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等人,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 二是要算账, 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他要毛远欣找邓小平, 汪东兴,陈希莲开会, 把向他汇报的意见向他们全讲出来。 在这个会上, 邓小平提出了异议, 接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 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批评了邓小平。 邓小平对批评又提出了异议, 毛泽东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 取得一致意见, 提出由邓小平主持, 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总的评价是三七开, 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邓小平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东西不适宜, 我是桃花源中人, 不知有汉,无论未尽。 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 毛泽东没同意, 但是让邓装管外事。 这个时候, 毛泽东还没有下定决心, 要把邓小平打下去。 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外兵时, 邓还是少数的在座者之一。 10月2日, 毛会见美国国务卿基金阁邓小平, 乔冠华, 黄振在座。 10月31日, 毛会见西德总理施密特, 邓小平在座。 晚间, 邓还以周恩来的名义宴请了施密特。 10月14日, 毛会见缅甸总理吴奈温, 邓小平在座。 12月3日, 毛会见美国总统福特, 邓小平还在座。 但是12月24日, 毛会见达克斯塔总统时, 邓小平就不再做了。 以后, 毛接见外宾, 邓小平再也没有陪同过。 进入10月份以后, 邓小平的地位变得岌岌可悲。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干了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 在征得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后, 把赵紫阳从广东调到了中国第一大省, 任四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 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兼成都军区的政委。 当时他可能没有想到, 这为他以后的改革事业做了一个重要的人事准备。 1975年冬天,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决心宝贝他的文化大革命成果, 因此他改变了对邓小平的态度, 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站在了左派一边, 发表了一系列批评邓小平的最新最高指示。 什么三项指示为刚?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刚, 其余都是木。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的思想, 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对社会主义不理解, 有抵触甚至反对。 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 一是不满意, 二是要算账, 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做了大官了, 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他们有了好房子, 有汽车, 薪水高, 还有服务员, 比资本家还厉害。 社会主义革命, 格到自己头上来了, 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 批资产阶级法权, 他们有反感, 搞社会主义革命, 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就在共产党内,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 历来不提这个纲, 还是白猫黑猫啊, 不管帝国主义, 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这几条最新最高指示, 都是针对邓小平的。 走资派还在走, 是指以邓小平为首的, 一批官复原职的老干部, 还在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个形象的说法, 在1975年的全国广为流传。 不过, 这时的毛泽东对邓小平, 还不是一棍子打死。 他说,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引导得好, 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像刘少奇、林彪那样。 批是要批的, 但是不要一棍子打死。 根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1975年11月, 全国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封运动。 这是继批林批孔运动以后, 又一次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 邓小平开展的持续9个月的全面整顿, 就此中断。 反击右倾翻案封是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斌等人的 两封信开始的。 这两封信是揭发池群和谢静怡的。 池群是中央警卫部队的一名干部, 谢静怡是中央办公厅的干部。 他们二人是毛泽东派往清华大学去搞教育革命的。 信由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 11月3日, 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对刘斌等四人的信的批示。 清华大学刘斌等四人来信, 告池群和小谢。 我看信的动机不纯, 想打倒池群和小谢。 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我在北京。 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写? 还要经小平转? 小平偏袒流兵。 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 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应。 当时社会上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很不以为然, 朋友们私下议论, 一个共产党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反映情况, 被定为路线斗争。 今后谁还敢反映情况? 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相当多的人持消极或者反对态度, 他们是官复原职的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和一些不希望再乱的群众。 当然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持积极态度的人也不少, 主要是成立革委会时失去了权力的造反派 和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人。 毛泽东一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最高指示, 对那些不满官僚主义的群众很有号召力。 当时我到南开大学、厅厅大学, 免访一场采访, 看到满墙满院的大字报还颇有声势。 在这场斗争的关键时刻, 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了。 周恩来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为癌症, 1974年6月1日住院, 从这个时候开始共做了14次手术, 其中大手术6次。 但是在这期间, 他时刻密切关注着 参与着中国政坛的复杂斗争。 直到12月间, 他对来看望他的叶剑英的人还说, 要注意斗争的方法, 无论如何不能使政权落到私人帮手里。 周恩来又说, 邓小平比他干得好, 邓小平是他的交代和寄托。 周恩来要做最后一次大手术, 躺在车床上的时候, 所有的中央领导人目送他进手术室, 他能不能活着下手术台, 这是难以预料的。 这时已经使用了麻醉, 但还没有发挥作用的周恩来, 突然一呼寻常地把邓小平叫到车床旁边, 大声说, 这一年来, 你比我干得好, 你比我强。 周恩来垂危的时候, 邓小平通宵达旦地守候在兵榻旁。 周恩来逝世以后, 邓小平带领全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追悼会。 他忍住了悲痛, 为周恩来制道辞。 当他们走到周恩来一向前鞠躬的时候, 全家人都失声痛哭。 周恩来在失事以后, 左派加紧了反击右倾方案风的火力, 对务实派进行狂轰滥炸。 务实派极其广大的支持者, 用悼念周恩来的方式暗中对抗。 左派就限制群众的悼念活动, 可是越限制就越激起群众的不满, 越限制群众就越是怀念周恩来, 悼念活动的规模就越来越大, 在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中, 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对左派不满的言论也发泄出来了, 于是左派就进一步加强控制。 这样在群众和左派之间, 形成了悼念和限制悼念的对抗。 由左派控制的上海文汇报, 在这个时候却公开称周恩来是走资派, 在3月25日刊登的一篇新闻稿中写道, 党内那个走资派, 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 这就是指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 这一下更加激怒了群众, 到清明节时, 矛盾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关于四五运动的技术已经很多, 本书不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 在毛泽东对两种力量高平衡的情况下, 两种力量中, 任何一种走过了头都会走向反面, 毛泽东既不允许左派否定周恩来, 也不希望务实派达到左派。 悼念周恩来的人们明确提出了要达到江青、 张春桥等人, 这是毛泽东不能允许的。 而令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 在4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上, 200万人情绪激昂地发泄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 提出了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 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这叫他如何能够容忍? 何况这种情况不止在北京, 在上海、南京、杭州, 也有成千上万的情绪激昂的群众在聚会。 这么严重的事态在建国以后还是第一次。 左派利用这个大好时机, 向毛泽东添油加醋的反应情况, 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 4月7日, 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 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悼念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 并且决定解除邓小平的职务, 保留党籍一观后效。 他指示, 中央政治局做决定登报, 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 这三件事兴致变了。 毛泽东还提出, 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 7日下午, 毛泽东补充说, 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并写在决议上, 4月7日晚, 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会, 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后一个决议写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 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事件, 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 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 已经变为了对抗性矛盾。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 政治局一致通过, 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终于第三次下台, 反击右倾方案封运动, 改为批邓反击右倾方案封运动, 并且声势越来越大。 邓小平又一次成为了 全国所有报纸、电台、 声讨和批判的对象。 邓小平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总代表, 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 在当时, 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头衔。 4月8日, 北京一百多半居民上街游行庆祝, 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 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89年以前, 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重新在游行队伍中震天响。 4月9日, 北京市一万多名青年代表举行大会, 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罪行。 4月10日, 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 《伟大的胜利》。 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话,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 历来不提这个纲。 他不懂马列, 代表资产阶级, 说是永不犯案, 靠不住啊。 各省和各大军区都争先恐后地 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接连几天的报纸上, 连续刊登了 全国各省委各大军区党委 给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 这些电报都表示, 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充分发动群众,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罪行, 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 伟大胜利进行到底。 全国造成了万众一心 声讨邓小平的气势, 邓小平似乎被打进了 勇士不能翻身的18层地狱。 5月16日, 两报一刊, 即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 又进一步对邓小平进行了清算, 说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 走资派邓小平, 就是这次大瓜右倾翻案风, 制造天安门反革命 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 文化大革命前, 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二号头目, 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 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他受到了群众的批判, 说了一大堆毁过自信永不翻案的话, 可是一旦重新工作, 大权在握, 他就扔下伪装, 以十倍的仇恨, 百倍的疯狂, 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 有纲领, 有舆论, 有组织, 有部署的向党进攻, 把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邓小平这次下台以后, 中国权力结构明显地向有利于左派的方向变化, 主管军队的叶剑英元帅被迫因病休息了, 由毛泽东和毛远新信任的陈希莲解体他的工作, 李先念也失去了权力, 务实派这次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不过, 他们还有很强的实力, 还有很大的影响。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节, 继承人位置的争夺。